1900年7月15日 在北京城中传来了天津被攻陷的消息 这让慈禧感到坠坠不安 他立即下令暂停对大使馆的攻击 并且将李鸿章升为了总督以及北洋大臣 着手开始为义和做准备 但是之后出现了一个人 这个人让当时心中恐慌的慈禧感到了一丝安慰 这个人就是李炳衡 他当时是负责管理长江水师的 是主张坚决抵抗的一派 在他被召见的时候 被太后询问了他对于当时局势的看法 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既然战争已经开始了 就绝对不要言和 这句话让当时已经心如死灰的慈禧 又燃起了一丝火苗 于是他便马上下令 让李炳衡训练五卫军 并且将当时所有在紫禁城的部队 都交给他来负责 之后 他又给南部各地发去集电 要求召集军队秦王救驾 当联军攻入了五门的时候 太后慌张地往西方逃跑 当日军将朝阳城门用火药炸开之后 这些日军一涌而入 在当时进攻攻城的各国士兵里 运气最好的就要属英军了 因为当时在英军总将领的手中 掌握了一个秘密武器 由一位从使馆拼死跑出来的一个中国教民 给他的一张小图纸 这份图纸上面就是金城护城河的河水之下的 一个很隐蔽的水门的方位 而当时美国士兵将广区门攻下的时候 显示出了他们的英明 在刚刚抵达这里的时候 他们遭到了甘军的反抗 于是便立即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 并且还在一旁悠闲地看着甘 鹅 两军交战 在这期间 美军司令看见在城墙上 好像并没有重兵守着 于是派了一个小部队前去勘察 好在城墙因为历史久远 上面有许多的缝隙可以攀爬 所以他们轻松地爬了上去 这些爬上了城墙的美国士兵 立马向两边扫射 甘军因为两侧没有丝毫的准备 就受到了攻击 于是立即撤退 最后 攻城的大门就只剩下了最后一道五门 美国军队将炮台架好准备攻击 这让其他国家的军队眼红了 所以当时各国的长官便举行了紧急会议 最后会议的结果 就是为了不让一国抢先占领王宫暂停攻城 后来 联军在五门前停止了对攻城的攻击 就在保卫天安门的清军和美军进行殊死搏斗的时候 慈禧和另一位皇太后 以及光绪帝后二人 还有一波朝臣狼狈的从西之门逃出了紫禁城 1900年8月15日 紫禁城被联军攻陷 在紫禁城沦落之后 董福祥带着士兵将慈禧太后和光绪护送到了西安 由于在逃的途中 马福祥的表现突出 一路上竭尽全力地护着皇太后和皇帝 所以得到了后来慈禧的重用 在到达了西安之后 他负责行宫中的安全 以及北渊周边的安全 新丑年的时候 慈禧和列国合议 在返京的时候 他还率兵马护送到了正顶 但在议和的时候 董福祥被列国要求严惩 但是当时他已经逃回了自己的老家 并且他放话 如果要严惩自己 那么自己就会骑兵造反 他的军事力量 清廷自然是清楚的 所以这件事最后也不了了之了 1908年 他与甘肃病逝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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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